台湾艺人西小瓜 过去曾是TWICE成员子余的舞蹈老师 而近日她登上综艺小明星大跟班时 也分享了当年子余在韩国当练习生的新山故事 她表示子余14岁在韩国当练习生的时候 真的很辛苦 除了不能和别人讲话以外 她连以前朋友的联络方式都要删除 让在场所有人听了震惊不已 此外其小瓜还分享了自己日前去外聚娱乐争选时 遇到一个蛮帅的男生 她的抖音有170万的粉丝 然而当时公司的人却告诉她 如果你签了这个合约 那些账号都要删掉 不管你红或不红 由此可见 韩国练习生的培训制度真的非常严苛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